高阶里是苗栗县三湾湘重要的农特产 但在飞灌区农业取水不易 解决农民的需求 农业部农田水利署 在三湾湘内湾地区是规划灌溉系统工程 进行了开工动土 将赶在今年11月高阶里用水期间 来完成第一期的工程 众人焚香助导祈求工程顺利 首支金产宣告三湾湘内湾地区 农用灌溉系统工程开工 随着系统性农用灌溉系统 铺设到龙廊顶高处地区 可以让当地45公顷面积 高接离果园获取水源 我们在栽培作物它的先节条件 就是要有一个稳定丰沛的一个水盐 一直以来在我们这三区地区 水盐乃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耕作的一个问题 在行政院跟农业部的支持之下 那么也取得到专案的经费 然后来做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的建设 分成两期的工程 那整个完成之后 就可以有86公顷 纳入我们这样的一个灌溉服务的范围 那这个86公顷的面积 那么相信可以带动至少是9000万元以上的一级的生产 高接离是三万箱主力农特产品 具有高经济农产价值 现在正值水利盛产季节 前来参与开工动土的农业部次长 农田水利署人员及副县长都先到果园参访 体验才果乐 平常当地水利甜美的滋味 农业部表示未来灌溉系统完成后 还要引进AI科技智慧取水用水 完善三湾果园农场设施 吸引青年和人才回流 让三湾离好味道不流失 后面我们希望用AI的技术 用智慧的灌溉 打造出一个智慧的示范区 让大家不要这么辛苦了 我们看着仪器看着这个数据 就能够知道我们的土壤里面的含水量 我们相关的温度水 这些的东西 让我们的水泥越来越 每个都沉甸甸这样子 农水的一个灌溉 是我们的农业基础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活力来源 那我们也希望期待 我们因为苗栗县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的灌区外 我们欢迎我们的蔡署长 继续来给我们的农业 再帮我们加把劲 那我相信在中县长的这个努力之下 以及配合之下呢 我们一定能够朝向更不利农村的一个目标来前进 工程规划两期 第一期将优先办理取水设施 输水管线及蓄水池 将赶在今年11月 高阶里果园需要用水时节前完成 明年开办第二期会广布输水管路 确保系统稳定运作 明年开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